施打莫德纳疫苗第二天有民众带着家中长辈到接种站来进行施打 民众表示莫德纳疫苗的覆盖率比较高 也询问医生给予建议 因此才会对于患病的长者进行疫苗施打 他们有高度信心 早上八点钟还未到在受封的疫苗施打站 就已经有多位长者在此进行莫德纳疫苗的接种 县长也来到各个接种站来进行视察 关心年纪大的长者在接种时 是否能够顺利接种 并且进行了解 作为下一次疫苗施打时的改善方向 就有牺牲病化的家属陪伴年长者来到接种站进行疫苗的施打 并表示由于莫德纳的施打覆盖率范围广 所以相对也比较有信心 特地来打莫德纳 原因是什么 感觉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所以之前就有预定就是要打莫德纳 比较前一日莫德纳疫苗施打第一天 今天所看起来的施打顺序以及时间也比较有秩序的来进行 对于前一次的AZ疫苗施打来看 这一次的莫德纳疫苗的施打 对于年长者以及陪伴的家属相对 新兴度也较提高 据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